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行政院长赖清德即将上任满三个月,27日接受周刊专访,畅谈他未来最想推动的三件事,分别是解决空污污问题,发展大众运输,解决人口问题。 赖清德27日接受镜周刊专访时,谈到在院长任内最想推动的政策,他表示,第一,台湾要解决空气污染问题,要解决火力发电厂造成的污染问题,使用金的超超灵界机组减少排放量和房屋设备,以及中国雾霾飘过来的季节,要有机制降载,避免空污变得更严重。 第二,发展大众运输,赖清德表示,应该要支持补贴各县市发展大众运输,至少要发展出便利的公车系统。 另外,赖清德说,欧洲几个国家已经宣布在2040年锦售汽柴油车,台湾应该思考哪一年能够达到这个标准。 第三,解决人口问题,赖清德指出,今年65岁以上人口已经等于14岁以下的人口,以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%,台湾已经是老人社会,台湾夫妻生育率平均一。 17,预估在2025年人口将呈现负成长。 赖清德说,政府正在研究鼓励申育计划,希望透过为国专业人才延览及雇佣法,让国外人才到台湾。 但时间停留多久,可以给居留权,国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权都还在讨论中。 赖清德强调台湾要有自己的人口政策解决台湾的人口问题。